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話說有美國的前情報官員和前軍官合注了一篇文章 他們預計大陸的老解將會在明年一月 當美國總統出現任期交接的時候 就是借機武力攻台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篇文章是由美國中情局前副局長莫雷爾 以及美國參謀聯席會議前副主席 退役上將溫尼菲爾德所合注 登了在美國海軍學院議事錄期刊當中 他們在文章中預測 說大陸會看準美國在決策最弱的時候 即是明年總統大選交接期1月19日至21日期間 就會借機發難 在東海那裡舉行大規模的軍演 來掩護對台的軍事行動 當然 這個假設是基於拜登會贏出總統大選 否則不會有交接期 一直由特朗普做下去的時候 連雞都偷不到 這篇文章還預測 說大陸首先會佔據金門和馬祖等的離島 然後會直奔去澎湖 繼而在台海南北部部 部署潛艦以封鎖台灣的航路 至於面對著美國第七艦隊 他們預測說老解將會在台灣東部 同樣是部署潛艦來應對 對於這位前副局長的預測 我就真的不敢苟同 首先來說 就算被拜登上台也好 即使會出現總統交接期也好 不等於軍隊是站在不動的 軍隊有軍隊的操作 總統交接有總統的交接 這個世界就叫做Multi-task 即是說大家共同進行 不是總統交接期間 整個美國停頓了三天 如果是的話 臣組蘇聯已經堆壞了美國 所以這個說法本身就有漏洞 除此之外 美軍本身就已經在第一島鏈 做好那些部署 就算哪一個上台也好 一旦如果老解開了第一擊的話 這樣美軍一定會有所反應 就算拜登真的認知能力不足 咪咪摸摸做不到決定也好 我真的不相信 美國海軍的航母、艦隊 全部都會站在那裡不動任你打 這個根本上不合理 還有一件事 到底台軍的實力是否真的弱到連三天都頂不到 我當這三天交接期 拜登真的非常遲鈍 做不到決定了 三天之後 看不怕交接期完結 這樣可以動了吧 台軍不會死到連三天都頂不到吧 當然 根據他們那篇文章所說 大陸會首先佔據金門和馬祖 我覺得以大陸舉國之力 要佔據這兩個島嶼 談何容易 但是一提到澎湖 這些接近台灣本島的地方 就開始是有難度了 更何況就是三天之內 能不能夠佔據得到呢 我真的很懷疑 若然三天之後佔據不到的時候 豈不是白早 白費心機 你本身這篇文章所說的立論就是 大陸會藉著美國決斷能力最低的時候 最脆弱的時候偷雞 偷雞一定要在三天之內完成才算偷雞 否則三天之內 搞不定 偷雞不到蝕渣米 賠了夫人又捷兵 退一萬步來說 就算大陸真的決定要武統台灣也好 他一定會做一個三盤推演 就是到底大陸能不能夠承擔得到 武統台灣所帶來的後續一連串的後果 如果是可以的 其實就一早已經動手了 到現在還沒動手 顧忌的是什麼 就不是台軍 而是台軍背後的美軍 至於美國 尤其是特朗普 他一直等待了一個要介入台海問題的機會 是很久了 等你動手 基本上他就是這樣 在南海的操作 特朗普就是這樣 他其實是搞這麼多事情 就是讓你先動手 你要先動手 就先吃虧 就是眾計 正中下圍 所以你說大陸會不會動呢 我猜就不會動了 當然《環球時報》今天又出了一篇文章出來 今天的早上 他們說 在台海各方都應該確守不開第一槍 這個原則已經確守了很多年了 對嗎 自從大陸向台灣方面停火以後 一直都在確守 對嗎 那他們那篇文章究竟是怎麼寫呢 這篇文章是怎麼寫呢 劈頭第一句就說 中國大陸有和平的願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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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這樣也寫出來 然後還說 也有通過戰爭方式 維護國家統一的勇氣和力量 到底是要和平還是要戰爭呢 請民進黨當局選 請華盛頓選 台海局勢有進一步緊張之勢 責任無疑在美國和台灣方面 然後中間那段說 因此不開第一槍 就應該成為 中美台三方軍隊的共同準則 無論是哪一方的軍人 在看上去有危險的接觸當中 堅持不開第一槍 就是為了和平大局做了守門員 是為了人民福祉所做的真正擔當 他講來講去就是 中國解放軍就不會開出第一槍的 不會拆槍走火的 老實說這個說法不新鮮的了 較早前南華早報就正正說過這個說法 所以南華早報的消息是準確的 老解事實上就不會開出第一槍 而且台軍方面又如何呢 根據台灣的中國時報引述的消息人士所說 就說台灣軍方在內部表示 若然台軍的飛行員在沒有接到空軍作戰指揮部下令下 是擅自開出第一槍的話 著陸以後 飛行員馬上就會立即移送發辦 所以台灣方面也不會開第一槍 老解又說他不會開第一槍 好了 即是說剩下美國 我相信美國也不會貿然開出第一槍 不過他就會頻繁地派出很多B.1B 或者是偵察機 周圍飛來飛去 其實來說 中美或者中台走到一個軍事衝突的邊緣 就是表象而已 到最後 哪一方也承擔不了 真的發動了熱戰之後的後果 所以 往往就會將所謂的衝突 局限於非軍事手段 而且操作在一個可防可控的狀態 於是便會有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又或者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戰狼上身 這樣說三說四 口誅不伐 就停留在打嘴炮的層面 如果大陸是要爭打的話 我就認為 不會有這麼多過場人物 在台前說三說四 大家看看中印邊境衝突就知道了 所謂無聲狗就咬死人了 不聲不聲才嚇你一驚 毛利頭整個狼牙棒出來也敢死 那就是突襲 那就是殺到印度一個措手不及 雖然目前已經是異和了 但我想帶出的一個訊息就是 如果大陸真的要動的話 他就不需要找這麼多人出來說話 其實之前中印邊境 雙方軍人一直都處於石器時代的狀態 很喜歡互相玩石仔 但是大陸也沒有怎麼來大動干火的譴責 他沒有的 一開始就玩狼牙棒了 而且大陸現在正面對內部的問題 是否純粹靠一個軍事行動可以轉移到視線 或者是靠推動軍工業可以解決問題呢? 大家都知道大陸現在其實都開始承認 接下來的糧食真的出現問題了 到底現在中國 當然了 他已經成為了一個叫做 淨輸入糧食國家很長時間了 當然了 太平盛世的時候 有錢人家就跟你做生意 很閒的 賺錢的 但是一牽涉到政治和軍事因素的時候 就很不同了 糧食分分鐘就變成了一個戰略物品 到時美國會不會還這麼大量賣給你呢? 現在特朗普不會停你糧食的供應 他絕對不會的 因為他要敬續連任總統 如果他連中部的農民都得失的時候 他就真的收得當了 所以美國一定會在和平的時候 繼續賣農產品糧食給大陸 他要賺錢的 其實特朗普一直都很想強調經濟成果 只不過是被疫情打沉了 好了 如果一旦正如那些 前副局長的預計 說大陸偷雞的時候 你一偷雞就可以斷你糧了 斷你糧的後果是更加嚴重的 大陸一時三刻當然能頂得到 但是他到底值不值得為了所謂武統台灣 而冒著這麼大的風險呢? 好啊 佔據了台灣就好地地 但是佔據完之後 原來要負上這麼沉重的代價 值不值得呢? 我相信大陸在權衡利害之後 他都會發現 這件事根本就制不過了 所以他一直在說 現在就要確守所謂不開第一槍的原則 當大陸現在都在說 什麼點餐的時候 要N-1 N-2 要折劍飲食的時候 還有沒有閒情日誌搞這科技呢? 我覺得就是機會甚微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